這什麼菜主來呢 歡迎阿吉士 帶來的菜名叫做 包中 樂透 樂透 包中 對 樂透 包中 我要吃這道菜 點點的香油 蝦皮要炒過 炒過 炒過 櫻花蝦炒過 前奏的部分你沒弄好的話 有時候是很炒焦 所以你稍微炒香以後 那我們放一點 天上掉下來的美味 這個也是樂透 油 進來 炒過 炒過 櫻花蝦炒過 前奏的部分你沒弄好的話 有時候是很炒焦 所以你稍微炒香以後 那我們放一點 天上掉下來的美味 這個也是樂透 油 進來 用全酒煮它 煮它以後待會兒 火沒了 水燒乾了 兩湯匙的酒 我剩下一湯匙的蝦湯 然後來包這個粽 現在這個粽 用手把它剝鬆 不要用湯匙去捏它 一捏的時候它就變膏狀了 米就破掉了 對 然後過篩 聞到香味了 然後我還要再回炸一次 這邊湯不多 但這個是酒湯 那個蝦到時候會用到嗎 會用到 我還在回鍋炸 那麼多油 這要炸 這時候它經過了水的這個 水的催化之後 它的效果會變得非常飽滿 水分補足了之後 再來炸它的香氣 會更好 好 好 那我現在把這個蝦湯 揉進來 好 那這個蝦取一點點 然後把它過到怎麼辦 這感覺有點像櫻花蝦油飯 對 對 回鍋的飯櫻花蝦的味道 就很足了 那是 對 腐皮捲 是 這個再回炸 它還是很酥 好 所以是為了要這個 這個等一下就放在上面提味用的 炸出去 拿飯去洗鍋太酷了 不要亂自信 妳品嘗看 妳來 妳來 來 來 妳品嘗看 妳品嘗看 以後我就拿飯去洗鍋 好香喔 超香的 香沒有重點 重點是 這個蝦子裡頭的甜味是 很耐人尋味的 還要再炸一次 炸你的 其實用剛剛炸蝦的不行嗎 用蝦油 不要 不行喔 不要 對啊 因為蝦油 我們這個時候應該要去兼顧到 重點是 豆腐皮的味道 嗯 你把豆腐皮的味道 原味酥香 抓到了以後 咬下去一口的 卡滋卡滋的感覺 它是 表裡不一樣的 你 才會 讓你整個味覺 能夠凝聚在 整個 這個油飯裡頭 喔 櫻花蝦米飯 這樣子變成蝦皮捲 嗯 應該很好吃 喔 難怪要補水分 它太乾 補台是蝦湯 對 蝦味很高 哇 度沒有很高 這樣是大概幾度 不能太高 太高 太高的話 你虎皮捲 在油鍋當中吸收大量的空氣 它會膨脹 但是酥脆度就沒那麼好 沒那麼好 那我們丟下來以後 中低溫大概156左右了 你再慢慢開火 我們不會太在意去 冷油下鍋 但是 熱油起鍋 是我們要計較的地方 它皮就會很酥 皮就會很酥了 切硬 這個要炸多久 這個 這個很快 這個很快 這個 中低溫下鍋以後 你就炸到這樣子摸起來 有酥酥力 摸起來 很厲害 廚師的手都不會燙 好 那現在呢 炸的裡面 再冒氣了 膨脹了以後 你可以先撈起來 撈起來以後 讓它建一點冷空氣 油溫繼續拉高 拉高完了以後 這邊油溫高了以後 我們用焦零的方式 對 搶它的外皮 搶它的外皮 這個意思是 它的油被弄好像湯一樣 這樣就不會吃油 宴會 宴會 宴會菜就是 不能夠太粗魯了 哇 脆的 哇 燙燙燙 它就是沒在怕的 好 這是什麼醬 番茄醬 一般就在我們台灣口味當中 像番茄醬甜辣醬都挺好用的 甜辣醬跟粽子超搭的 對 彥克馬 宏圖大展 好 好 好 包粽樂透 來 完成 漂亮 完成了 好漂亮 好漂亮 馬上改一下 這樣一個米飯 就變得非常非常大清晰 對啊 這個粽子也可以這樣 好啦 最後一關 準備上菜